跟着台北市长柯文哲一起到庙里参香祈福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景跟柯文哲 颇有接班人的味道 尤其是听到民众这么说 这句话让黄珊珊笑开了花 但想攻上首都市长宝座 还得先把劲敌蒋万安先扳倒 尤其之前两人为了民调互杠 依据蒋家后代有更多进步空间 引发蒋万安质疑攻击家世的战火 黄珊珊化身起黄律师开第二堂课 介绍逻辑学中的稻草人谬误 说辩论便不赢 只好曲解别人的话 让蒋律师回击了 我们看到昨天本土的案例又达160例 台北市就有18个本土的确诊案例 我想应该把这样的精神好好用在防疫上 黄律师不愿在随之起舞 但苏律师出身的行政院长可没打算放过 说以蒋家人为荣的蒋万安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 但可以选择自己的国家领导人或城市领导人 从当年的威权恐怖血腥镇压统治中 走到今天的民主自由繁荣开放 是台湾人最光荣的事 两位蒋总统对于中华民国这片土地是有贡献 我想这个是不容抹灭也不容扭曲 所以我身为蒋家的后人 我当然感到非常的骄傲也非常的光荣 大赞自己的阿公阿奏回敬前辈苏律师 蒋律师上线左宫黄珊珊又打苏珍昌 台北市场选战都还没开打 但律师们已经先唇枪舍战 TVBS新闻最终取云 韦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